這邊把它點兩下 Ctrl C Ctrl V 就保證不會錯 要跟前面的那個一樣的名稱 就不會出錯 然後順序的話 這後面我想你們自己可以排 我看一下我提供的畫面 好像沒有完整 所以後面的話 沒關係你們可以自己排列 它會按照你的排列 去你的指定的方法 那你可以參考一下前面的工作表 第一個 好那第二個就是說呢 那我要怎麼由大到小 或由小到大怎麼排列 那這邊的話根據什麼 if cb.test 裡面是由 大到小的話 對不對 then 做這件事情 反之的話呢 就是由 小到大 那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的話第一個 由小到大應該比較簡單 為什麼 由小到大我就跑一個回圈 這個回圈做什麼事情呢 就是第一個 我先 把這個底下這個 就是比如說我今天 絕齒 對不對 刮鬍之後的話呢 這邊我們的正列名稱 正列名稱什麼 正列名稱這邊 就是 my shit 那個my shit 的話 後面 刮鬍就是什麼 刮鬍裡面我從 這個零 那因為總共有 13個 所以到13 那其實後面這個 step 1 這個可以省略沒關係 預設就是step 1 step 1就間隔1的意思 0 下一個就1嘛 step 4 4 4